今天你來煮肉了 抱歉啊 我們把他載出來 衛生索八點開門 不到十點半 流感疫苗已經全數打完 讓不少人鋪了空 明天再來啊 為了孫子啊 孫子要帶孫子 孫子叫我來 一定要來打的 有啊 每年都有打 是今年第一次遇到 一來就沒有 對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民眾重視防疫保健 流感疫苗真的很強瘦 五日開打到十日為止 六天全台就打了 一百九十二點五萬劑 已經超過整體公費 疫苗的三成 甚至比去年開打前六天 接種率多了二十六趴 而其中又以六十五歲以上 最多佔了八十七萬劑 五十到六十四歲 五十點五萬劑 光是這個年齡層 就比去年多了五十八趴 大家一定都會怕 對啊 一定要煮 有這個機會就是一定要煮 往年沒有這麼多 大概可能要多了一倍半左右 中年族群接種醫院大暴增 衛生所人員最有感 因為往年一週的量大約一千劑 今年光是第一天 衛生所加里長受戰 台中大理區就打了快一千劑 因此從九日開始 實施管制總量 變成一天四百五十劑左右 我們的疫苗的量 今天準備了只有兩百支 在七點半的時候 大概有十幾位的民眾已經在門口等了 就怕限量疫苗很快就見底 衛生局不敢大意啟動配額調控 確保每天都有疫苗可以接種 歡迎新網紅石省伊莉庭台中報導 上市民事務 記者公司 警告 警告